用现在的话说 完全是自然的 自然就是健康的 在佛家还不叫自然 佛家说放而入实啊 这最健康的 如果我们起了念头了 心里面有了念头 无论你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悟念 都把这个身体改变了 换句话说 它就不自然了 不自然就怎么样 不自然就变成业力变现的 完全恢复自然了 是自信变现的 是水性的 可是我们有妄念起来了 这一个妄念起来了 把信的转变成业力 这个道理 我们要细细的思维 不难体会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也在受着外面力量 在破坏 其勤无欲 改变了我们的身体 改变了我们身体的状况 换一句话说 我们健康了 健康了上世 健康了上世 病人啊 最健康的人 在佛法讲 发生大死 那是最健康的人 为什么呢 他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他的身体 完全符合自然的生态 最健康的人 永远不会生病的 诸位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 金刚经上看到的 华言经上看到的 说是金刚不坏神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金刚不坏神啊 可惜的是 你要生烦恼 你要生知己 也就是佛家讲的 你 无缘无故啊 其了一个我直 发直 把健康的身体 变成了 病态 不健康 这个 最严破坏最严重的 诚会 贪嗔痴 三毒啊 这个毒 用先生的话来说 最严重的 病毒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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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